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大利亚暂停对中国葡萄酒关税的WTO案件 澳大利亚与中国达成葡萄酒协议 总理确定了北京之行的日期 利昂内尔 梅西在迈阿密国际队的首发阵容中出战 NLS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对阵夏洛特 在创造50米洋勇世界纪录的一天后 凯利·麦克坤超越了自己在100米项目上的记录 中国同意在澳大利亚总理访问北京之前 重新审查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 请大家收看 澳大利亚暂停对中国葡萄酒关税的WTO案件 彭博社 澳大利亚宣布将暂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对中国对葡萄酒进口征收关税的案件 中国将对其葡萄酒关税进行审查 立即需要5个月的时间 这一决定是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下个月首次访问中国之前做出的 取消对葡萄酒关税的举措 是继北京在8月份取消对澳大利亚大卖出口的惩罚后采取的 这使得贸易对以恢复 总理对中国的访问被视为两国政府关系回暖的迹象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确定了北京之行的日期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可能导致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征收的关税 这些关税于2020年开始实施 最高达到220% 是价值200亿美元的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证实了这项协议 并宣布他将在下个月访问中国 这是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 该协议涉及中国对葡萄酒关税进行加速审查 预计在5个月内做出决定 如果关税没有取消 澳大利亚将在世界贸易组织恢复行动 利亚内尔 梅西在迈阿密国际队的首发阵容中出战 NLS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对阵夏洛特 美联社 利亚内尔 梅西将在迈阿密国际队 对阵夏洛特足球俱乐部的最后一场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比赛中首发出场 对于迈阿密来说 这场比赛毫无意义 因为他们未能进入季后赛 然而 夏洛特如果获胜 有机会确保一个季后赛名额 梅西在迈阿密上一场比赛中 英国家队任务未能出场 但他表达了 希望在赛季结束前 再为球队效力一次的愿望 本赛季 梅西在13场比赛中 为迈阿密打入11球 在创造50米洋勇世界记录的一天后 凯利 麦克坤 超越了自己在100米项目上的记录 澳洲 ABC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凯利 麦克坤 在布达佩斯世界杯比赛中 连续两天打破了两项世界记录 这位22岁的选手 在100米洋勇项目上 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缩短了0.12秒 并且还打破了50米洋勇的记录 麦克坤现在有望获得 整个世界杯系列赛的总冠军 并因创造世界记录 而获得了63,350美元的奖金 她是第一位 同时保持三项长池洋勇世界记录的女选手 哈萨克斯坦仍然是北京一带一路雄心的关键 南华早报 预计哈萨克斯坦将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下一阶段中发挥关键作用 因为北京寻求增加在欧洲的影响力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将扩大两国之间的铁路货运运输 并增加对横跨离海的国际运输通道的使用 中国渴望发展通往欧洲的中部走廊 为通过俄罗斯的北部走廊提供替代方案 观察家预测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回归其最初关注的中亚和东南亚地区 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受到较少关注 然而中国还宣布了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老挝和柬埔寨的几个项目 海外发展研究所全球风险与任性主任利贝卡 拉丁表示 中国对区域一体化的关注对实现经济和安全目标至关重要 好莱坞演员和制片公司将重新开始合同谈判 华尔街日报 好莱坞演员工会主要制片厂和流媒体公司宣布 他们将重返谈判桌 试图结束长时间停工的电视和电影制作 谈判计划于周二恢复 旨在达成协议 让这个行业恢复工作 来自电影和电视 制片商联盟的压力越来越大 来自美国电影电视演员工会 美国广播电视艺术家联合会的呼吁 包括乔治 克鲁尼和爱玛 斯通等知名名人 要求达成协议 美国编剧工会上个月结束了 对电影电视制片商联盟的罢工 计划中的谈判将包括迪士尼 Netflix NBC环球和华纳兄弟探索等 娱乐行业巨头的高级领导层 罢工对电影和电视制作时间表 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对依赖娱乐业提供就业和收入的 洛杉矶和其他地区 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观点 作为一个现在的美国穆斯林 就像是在借来的时间里生活 CNN 本文的作者 Kolat A. Bedong 在加沙最近的暴力事件 和伊利诺伊州 一名巴勒斯坦南海的被杀事件之后 反思了 作为一个阿拉伯和穆斯林 在美国的意义 作者解释说 阿拉伯和穆斯林美国人 不断被迫证明 他们对美国的忠诚 他们的身份 常常被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 他描述了这种情况的荒谬性 感觉就像是没有出路的存在 作者认为 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恐惧症 而是一种更加繁重的负担 因为在面对怀疑和审查时 他们不断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性 作者还强调了 穆斯林在媒体中通常 只被描绘为恶棍 很少被视为受害者 他呼吁改变对待阿拉伯和穆斯林 美国人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在不断辩护自己的身份 和证明忠诚的同时存在 北约海军上将表示 中俄关系的增长 在北极地区带来风险上升 彭博社 北约对中国在俄罗斯北海航道上的航运 以及中国可能利用其在北极地区的存在 进行军事目的表示关切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 鲍尔海军上将表示 中国船只上有军事科学家 介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以及在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合作 北约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和在北极地区的意图表示关切 中国北极事务特别代表高峰 并未直接回应这些评论 但呼吁在该地区进行合作 鲍尔还谈到了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 以及北约需要为该地区的冲突 做好准备的必要性 拜登援引罗斯福的民主的军火库来推动军备制造 日经亚洲 乔·拜登总统在最近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讲中提到了民主的军火库这个词 他试图说服全国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 拜登强调 美国工业基地正在全力以赴地补充武器库存 因为美国正在向乌克兰发送军事装备 这个词民主的军火库最早是由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使用的 他呼吁美国向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武器 以帮助捍卫民主 拜登的外交政策议程旨在推动全球民主 这依赖于紧急预算的批准 全球对电动汽车的推动正在以好坏两面的方式 改变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 澳洲 ABC 印尼涅工业的迅速扩张 受全球电动汽车EV转型的推动 引发了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担忧 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IMIP 作为一个重要的涅加工设施 已经导致了库里萨域村的变化 云民们报告称 附近的IMIP导致海水变暖和鱼类数量下降 此外 村民们还抱怨煤尘污染 影响了他们的餐具 盘子和家具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印尼的涅工业仍在继续增长 受到EV电池中使用的金属需求上升的推动 根据国际能源署IAE的数据 由于EV市场的需求 涅需求预计到2030年将至少增长65% 埃及在各方面都受到追逐 因为他对加沙难民的命运至关重要 彭博社 埃及在斡旋加沙和平 以及其经济未来方面的角色都将受到考验 因为他考虑接纳巴勒斯坦难民 根据官员的说法 埃及与以色列有着长期的联系 以色列已与几个国家商谈 让埃及临时收容 逃离加沙暴力的巴勒斯坦人 埃及已经接纳了来自叙利亚 苏丹 也门和利比亚的约900万难民和移民 这个国家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例外 接纳那些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加沙的难民 华盛顿研究所的罗伯特·萨特洛夫表示 埃及的政治领导层认为 接纳难民是一个不应该越过的红线 他补充说 他们宁愿面对日益恶化的财政困境 也不愿接纳大量难民 埃及可能会提供沙特阿拉伯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领导角色 以换取财政支持 维基集团的李卡多·法比亚尼表示 埃及可能会找到其他机会扮演调解角色 并得到回报 墨西哥与中国联手打击非法化学品贸易 彭博社 墨西哥外交官和执法官员 最近前往中国 讨论减少贩运化学品的方法 这些化学品被贩卖集团用来制造非法毒品 此次访问是在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是墨西哥贩卖集团 生产分泰尼的主要原料来源之后进行的 分泰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 导致了大量的过量死亡 墨西哥政府表示 此次访问表明他们致力于与墨西哥和国际社会都受到的毒品危机作斗争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 到全球的体育赛事和国际政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有什么深入的分析和看法 首先让我们谈谈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暂停对中国葡萄酒征收关税的WTO案件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决定为两国关系的回暖铺平了道路 也为两国的贸易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一举措表明 两国政府都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对抗来解决分歧 这对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全球体育界的一些精彩时刻 利亚内尔 梅西在迈阿密国际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首发出场 为球迷们带来了欢乐 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 为迈阿密国际队贡献了很多进球 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游泳运动员凯利·麦克坤 创造世界纪录的壮举 他在100米扬勇项目上打破了自己的纪录 并在50米扬勇项目上再次超越自己 这些运动员的努力和成就展示了人类的潜力和奋斗精神 此外 我们也关注到了一些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 例如拜登总统引用了罗斯福的民主的军火库来推动军备制造 这表明美国对国际民主的支持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埃及在接纳加沙难民问题上的角色 这个问题对埃及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最后 我们还看到了墨西哥和中国合作打击非法化学品贩运的努力 这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合作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保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并积极参与讨论和辩论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有什么看法 你对利昂内尔 梅西和凯利 麦克坤的表现有什么评价 你对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有什么观点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